碰碰的那开始我也不幸福 我啥也不幸福 我那时间就是信钱 信干活能挣钱 说不对啊 要活更的话 你是吃家的命 大概我小学 都一年级的时候 那也是第一次真正到世界里面 就是简直就无法形容了 感觉自己就好像是在这个地方 待过很长时间 感觉自己就是 以前就是这种生活 我在 就说我小时刻 我看到那个吃家人 好像隔位的亲 第一次回家的时候 看我剃个光头 穿着这一身衣服 一家人啼啼哭哭 闹着非得不让我出门了 汉尘佛教呢 它是与藏尘佛教和南尘佛教 是由一个 从形式上来说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你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规矩 有些以前没有写到的 没有教的 在这个受戒期间 都是全部总括性的 传授给你 教给你 因为我们不了解生命的规律 可是我们要生活 在我们还没有像佛一样有智慧之前 我们的行为都会犯错误 而犯了错误呢 我们就会面对那个错误的结果 所以佛陀就为我们制定了纪律 就是说你在还没有觉悟之前 你就按照这样去生活 你就可以不犯错误 我就到这个庙子 就这么一回事 这身衣服 这一身习气毛病 都脱掉 换上一个佛教的法明 来做一个重新的自己 在佛门中好好修持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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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